上場前專心聽著教練叮嚀 仔細調整好每一個動作 要以最佳姿態站上舞臺 來自臺灣的三名小女孩 平均年齡八歲 遠赴土耳其參加國際體操大賽 拿下亮眼成績 地上攤開八張獎狀以及獎牌 每個人手上還握著獎盃 由左到右分別是李新飛 林雨潔 以及鄭宇 他們是由藝人瑞莎培訓出來的小選手 三位小女孩擊敗兩百多位 來自不同國家的好手 共摘下一金三銀四銅的好成績 頒獎臺上臺灣國旗字樣 更出現在電子牆 再次讓世界看見臺灣 身穿螢光色戰袍的林雨潔 年僅九歲來自桃園 在棍棒項目拿下金牌 全能以及徒手 分別摘下銀牌以及銅牌 從幼稚園大班開始學體操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更是在比賽前才把護照辦好 所有的努力換來好結果 讓媽媽又驚又喜 我覺得他們小朋友應該不會有時差 我覺得他們好像蠻快 就很期待 他說他覺得他很期待 然後他又覺得很想去看一看 因為他還沒出過國 三名小將在土耳其賽事表現出色 接下來也將繼續征戰法國 期待以追加狀態再次拿下亮眼成績 三點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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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桃園長報道